我们这周六 我们成立的高雄后援会 我们主打的就是要支持 郭台铭参选2024的总统 我们之所以支持郭台铭先生 出来参选总统 我们绝对不是想要促成 四组候选人 我们的想法是 要请郭台铭出来 整合非绿联盟 或是所谓的政党轮替大联盟 因为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的民调 赖清德基本上民进党的盘 他是稳坐第一 那以民众党柯文哲来讲 他基本上可能是坐二望一 但他还是一个很稳定的是 在一个老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他没有办法一下就跃升为老大 那如果以国民党 现在推出来的侯友宜 我们也只能说他是平均而言 稳定的是处在老三的这个位置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非绿联盟 或是所谓的政党轮替大联盟 要如何赢呢 那一定要整合嘛 若整合不成就得要弃保了 才能打败所谓的老大民进党 那我们认为 郭台铭先生 会是这样的非绿联盟 或是政党轮替大联盟的 最大公约数 好 好 对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